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一同来看第42周 为福音奉献 我们知道 赵会的开展与扩增 完全在于广传福音 那么为了要使我们的传福音 有冲击力 我们就必须奉献自己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需要为福音有奉献 主耶稣在路加12章49节说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若是已经找起来 那是我所愿意的 这里的火是什么呢 这火就是福音的火 主耶稣愿意福音的火找起来 这火能叫我们侍奉 叫我们受逼迫 叫我们舍命 但这福音的火 完全取决于 我们的奉献有多少 奉献在祭坛上有多少 火烧就有多大 盼望神福音的火 在我们身上 能一直烧 哦 先点到你和我 好叫照会不是世人 得救的拦阻 乃是主走到世人中间去的路 所以我们一面要传福音 一面奉献要增加 我们的奉献不能停 一停 福音的灵就不行了 福音要恢复 奉献就得恢复 两方面要一样的彻底 关于这福音的火 侍奉的火 我们来看看新旧约中的例子 利维基九章二十四节 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烧尽了坛上的番祭和纸油 众名一见就都欢呼 面浮于地 这是旧约中侍奉的图画 火乃是烧在番祭坛上的 因此旧约中所有在弦面前的侍奉 都是根据于番祭坛上的火 当以色列人跟着会幕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 乃是开始于番祭坛上的火烧起来时 只有当我们把一切都陷到番祭坛上之后 我们的侍奉才蒙神悦纳 我们再来看新约里五旬节的例子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这些人同彻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 坚定次序地祷告 《使徒行传》二章三节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一百二十人 同心合意的祷告 带来了五旬节的火 他们把自己献给神 当作新香的番祭 神就悦纳了他们 降下福音的火 所以说新约侍奉的热力和动力 是出自天上的火 天上的火降下来 烧在这些加利利渔夫身上 做了他们里面的热力 做了他们里面的动力 因此从五旬节那天起 他们就能站起来 替神说话 传扬福音 拯救罪人 设立照会 很多时候 我们只觉得福音的能力 赶不上当初照会的能力 而忘记了我们的奉献 赶不上当初门徒们的奉献 以上在新旧约里 我们就看见 我们基督徒的侍奉 乃是基于我们的奉献 并且我们的奉献 不只是一次就够了 乃该是持续的 正如黎维基里所说的 坛上的火 要在其上 一直烧着 不可熄灭 既然奉献是如此的重要 那我们如何能奉献呢 实在说 凭着我们自己 我们都不可能有彻底的奉献 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奉献 这乃是靠着主的生命 和主爱的困魄 在马可诗章29-30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使弟兄 姊妹 母亲 父亲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主在这里不是单说 为我而已 乃是把我和福音 并在一起 这就说出 主耶稣 是这福音的内容 这也启示我们 我们若不是为的主 就不能为福音 而要为主 为福音 就得撇下一切 撇下一切是人 做不到的 但我们因信 得到主耶稣 那复活的生命 我们就能做得到 并且是 欢欢喜喜地做 我们看见 为了照会 主自己是撇下一切的 赛美主 这是主的生命 这是主给我们的福音 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 靠着主的生命 撇下一切 好叫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另一面 我们的奉献也是因为主爱的困破 零后五章十四至十五节 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困破我们 因我们断定 一人即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向自己活 乃向他替他们死而复活着活 哦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被基督的爱困破时 自然就愿意向他活着 也就是说 基督的爱困破我们 使我们奉献 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 被主的爱困破的时候 唯一的路就是向前 没有转弯 也没有退路 我们只能奉献自己往前了 哦弟兄姊妹 愿我们都能向主打告 主啊 用你的爱来困破我 让我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只能将自己奉献给你 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 就产生同心合意 也就带尽冲击力 另外基二十六章八节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这就给我们看见 福音的原则是 五个赶一百 一百个就能赶一万 无论是五人还是一百人 有同心合意 就有福音的冲击力 即使我们中间人数不多 我们若在灵里是一 并且建造成为一 至终我们就会有冲击力 今天的福音 失去了当初的冲击力 原因乃是没有奉献一切 今天许多人说 我的时间 贤财 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主的 但一百人中 恐怕只有一两个人 心里真的是这样想 其余的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实际上一切还是自己的 就是因为这缘故 今天的福音冲击力完全没有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有完全交出来的奉献 要有实际的奉献 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保罗为福音摆上的榜样 在灵后十二章十五节 保罗说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 并完全花上自己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保罗这一个态度 他是怎样肯费财费力 为着弟兄姊妹 所以传福音光是人出来还不够 我们总得费财费力 总得把自己所有的也摆上才行 最后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为福音摆上是有福的 在旧约 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哦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把该奉献给神的 扣在自己家里 自然就会看见 神的赵会贫穷 我们若把自己所有的 握得牢牢的 怎能巴望神听我们的祷告呢 只因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扣住了 就是赵会 无法得得神在福音能力上的祝福 在历史中 每当赵会复兴的时候 都有向五星爵石变卖一切 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人 例如达密 魏斯里 心生多福等等 他们都是自愿贫穷 撇下所有跟从主的 就带进了赵会的大复兴 哦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最有祝福的事 也是最舒服的事 就是为福音摆上 撇下一切 为着福音 乃是神今日的要求 盼望我们能跟得上神 今日的要求 无降低神的要求 为着主 为着福音 费财费力 拼上一切 费责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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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